大家好,我是阿慧,让家更温馨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茄子的新鲜做法 茄子放到锅里蒸一蒸 出锅立即成了一道美食 这个做法最近火了 接着我们就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来准备家里吃不完的茄子 接着将茄子放入清水中给它洗干净 这个做法,茄子不管是紫皮的还是绿皮的都可以 肠的圆的都能做 洗干净了茄子,给它沥水 放置在案板上 接着我们把茄子的地头切掉 然后改刀给它斜切成肠片 切的时候稍微切得厚一点,不要切得太薄了 茄子切好之后再给它平铺 改刀切丝 切好之后把茄子放入盆中 然后给它撒上面粉 适量 这个面粉我们也少量多次的给它加均匀 茄子表面会有非常多的水 一定要给它裹多一点面粉 但是一定要是一次一次的来裹 我用的是普通面粉 茄子外表均匀的裹上面粉之后 先给它放置两到三分钟 一会儿茄子表面还会出水 我们一会儿再来裹粉 茄子放置两三分钟之后 我们在上中锅之前再给它裹一次粉 接着来准备一下蒸屉 在蒸屉上喷上食用油 防粘 接着将蒸屉放入锅中 这里是我提前烧开的一锅水 将蒸屉放进来 然后将茄子铺上去 尽量给它铺的均匀一点 不要过多的重叠 铺好后调成大火 后盖给它焖准8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切点小米辣 再来切点葱花 切好后 给它装入小碗中备用 好了时间到了 这样蒸出来的茄子颜色紫紫的 非常的漂亮 趁热将茄子给它取出来 给它装入碗中 接着来加入切好的小料 你还可以加蒜末 再加一勺白砂糖 一克食用盐 芝麻香油适量 最后给它掺上热油 迅速的用筷子将其拌匀 最后将蒸茄子抓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啦 做法简单 好吃下饭 直接作为主食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端上串珠就可以美美的享用啦 朋友们 这样做的蒸茄子口感筋道 非常的好吃 不管作为主食还是配菜 都非常的营养 健康 而且还非常的经济实惠 喜欢的朋友 赶紧试做看看吧 朋友们 阿慧每天都会分享 简单实用的家常菜 要是这个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请记得给阿慧点个赞 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 这样做的蒸茄子 非常的香 又糯 略带韧景 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 一定要去试做看看哦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一口接着一口 一盘完全不够吃 而且吃的特别的筋道美味 如果这个视频你也喜欢 赶紧点赞收藏 想吃不会做 随时都能找到我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三餐四季 烟火暖 四季皆安然